实际上呢 中小培训机构 你要对抗巨头 实际上就是你自己是在一个 创业发展的一个过程 对吧 你肯定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呢 你要去集中在市场营销的这个力量上 因为你是在成长嘛 对吧 你在发展 所以基础和依托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很强的教学实力 中小培训机构 创始人和高管 在集中市场营销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后方 要有一个很强的什么 教学总监或者一个教学负责人 这个人必须要很强 你在打仗对吧 后方必须稳固 有人去帮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得很好 所以这是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要你会打 只要你会做得好 品牌啊 战略战术 所有干脆干脆说打仗这一切 你做得好 你很可能会越做越好的 销售额越来越大 你这时候你如果是课程上不好 你后方兜不住 那肯定不行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人 你一定要想办法挖一个这样的人 给股份成为合伙人 这是必须的 就是一定是 不管你做得多大 一定你要教学 必须要做好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以前啊 就是 往往在开学校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都创业17年了 02年 01年02年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顶级的 一个教学的一个人 这个人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学霸 一般的情况下是什么 叫偏执狂 完美主义 强迫症的处女座 知道吧 这是开玩笑 反正你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这个人怎么样 他很严谨 很认真 你教学的 他就需要很认真嘛 他不能是一个 就是忽悠型的一个教学者 那不行了 他必须要真的很严谨 就是说 你那个讲座的大炮型老师 说白了那些老师是 有忽悠的能力 有煽动性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教学总监不行 你这个是把控你全公司 全学校的 整个教学质量的 这个人是要一个严谨的 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性格 他的性格就很重要 这性格就是他性格当中 天生要一部分 严谨和完美主义的一种 强迫症 对吧 专注被黑30年 对不对 大家都反对他 你一要求太严格了 对吧 对 这个太好了 你有这样的人 你就可以带着队伍去打仗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依托点